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年糕说电影 今天年糕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的动画短片 火车火车过山洞 故事开始火车慢慢的行驶到站 火车穿过山洞 有几个小男孩在火车山洞前往 一个小男孩踩到另一个小男孩的鞋带 他们互相打闹着 火车马上就要驶来了 孩子们决定玩一个游戏 谁能在火车之前待得最久 红毛和短毛手拉着手等待着火车的到来 小伙伴们在一盘行着 谁能待得最久 就在火车驶来的时候 黄毛害怕的松开了手 他输了 短毛刚要跑 但鞋带卡在了轨道上 短毛被火车撞飞了 短毛被送进了医院 短毛到父母来看望短毛 父母看到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的短毛 窗帘被护士关上了 父亲安慰着母亲 父母在病房外等着短毛的消息 这时候医生出来了 医生表示还没有消息 父母只好等待 短毛在病床上躺着一天又一天 终于短毛醒了 父亲赶紧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 二人乘火车去看短毛 但是短毛的脑子受到了伤害 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行动自如 并且致力如孩童 父母还是决定陪着短毛 父母推着短毛走到被撞的那个地点 三个小伙伴跟短毛打招呼 短毛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父母细心的照顾着短毛 短毛看着柜子里的手风琴 父亲就把手风琴取了出来 为短毛演奏了起来 短毛听见风琴声喊了句妈妈爸爸 母亲和父亲高兴极了 夫妻俩每次都乘着火车带着短毛去复健 短毛渐渐可以站起来了 父母看着好起来的短毛十分欣慰 但是父亲却因为劳累过度去世了 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养家糊口 但是短毛的复健一次也没有错过 短毛的身体渐渐像个普通人 但是母亲却越来越老了 这一天 母子在列车上看到了长大成人的黄毛 黄毛已经变成了沙巴特爱交了个女朋友 母亲看着黄毛 黄毛回避了母亲的眼神 母亲越来越老了 医生对母亲说 你的儿子需要你 你必须坚强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 母亲又和黄毛相遇了 这时候黄毛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还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看到痴呆的短毛 淘气的吐了吐舌头 在一旁的黄毛妻子赶紧制止 黄毛这才发现他俩 他把头埋在报纸里 不敢去看二人 火车到站了 黄毛的儿子踩到鞋带 摔了一脚 呱呱大哭 黄毛和妻子赶紧安慰儿子 妻子说自己会永远陪着儿子 母亲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风吹起了母亲的头巾 母亲已经累到头发全能掉光了 短毛把抓住空中的头巾 给母亲围上 母亲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照顾不了短毛了 他们俩来到了那个山洞 走在铁轨上 母亲要跟短毛玩儿时的那个游戏 谁能待得最久 母亲要和短毛一起自杀 母亲要是死了 就没有人照顾短毛了 就在火车要碾压二人的时候 然而短毛本能的反应跳了出去 母亲一人被火车撞到 现在只剩下短毛一个人了 短毛说着妈妈赢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一次玩闹 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悲剧 这个悲剧究竟是短毛 还是长毛导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如果非要关注我呢 我也是不介意的哦 好了我要去吃火锅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